中国人为什么将月经称为大姨妈? 月经在最早的时候被称为月氏,为什么后来被称为大姨妈并流传至今了呢? 相传汉末时期,有一个女孩名叫佳儿,她的父母早逝,由她的大姨妈照顾她的生活。 慢慢地,佳儿长大了,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机缘巧合之下,被一个名叫李广的男子看中。 李广上门提亲,大姨妈答应了,此后李广一有机会就与佳儿约会。 古时候,女子的针操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大姨妈总是暗中观察, 并在她们太过亲近的时候出来打断。 时间一长,佳儿和李广就明白了大姨妈的意思。 后来,李广和佳儿结婚了,当天晚上,佳儿的月室也来了, 她不好意思直接讲,于是就捂着肚子对李广说, 我大姨妈来了。 李广马上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此后每个月的那几天,佳儿就会用大姨妈来了来表达。 后来,这种说法就传到了外面。 外面的人根据这件事儿,又给月室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吏架。 这来自于李广和佳儿的名字, 李、佳, 合在一起, 李、佳, 慢慢地就演变成了李、佳。 因为李、佳和李、佳谐谐音, 所以月经在古代叫月氏, 隐晦的说法叫李、佳, 更隐晦的说法叫大姨妈。 女性喜欢用大姨妈来表示月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大姨妈是亲戚, 而亲戚过来探亲往往不会久住, 通常只会住几天就走, 就像女性每个月来几天的月经一样。 也因为这样, 有时候也会用我亲戚来了来表示月经器的到来。 不过, 随着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 大家都能很快理解这些词的含义。 所以, 实际上隐晦的作用也就不那么有效了。 好了, 今天的词汇小知识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和中国人喝茶, 为啥一直被续杯? 前几天, 有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有一个刚认识的中国朋友, 到朋友的家里去做客, 朋友给他沏了壶茶, 他们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那天喝的是普洱, 普洱的口感很柔和, 顺滑, 他觉得很好喝, 而且茶杯也比较小, 所以基本上一口就能喝掉一杯。 他喝完一杯, 朋友就马上给他再倒一杯, 他就继续喝, 朋友继续倒, 到后面他已经喝不下了, 但由于他不知道, 如果他不喝掉朋友倒给他的茶, 会不会让人觉得不礼貌或者不高兴, 毕竟才刚认识没多久。 结果那天他喝了好多普洱茶, 回来之后他就找机会问我, 喝茶时怎样告诉主人, 我已经不需要再续杯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 如果不想喝, 可以在主人续杯后就让茶杯放在那里, 不去动, 或者在主人想要续杯的时候阻止, 说一句, 谢谢, 不用了, 就可以了。 那为啥喝茶时, 主人会不停地续杯呢? 因为喝茶时, 如果喝完了, 主人不续茶, 代表主人有送客的意思, 表示不想再继续下去。 所以, 如果不想给客人这种感觉, 主人就会在客人喝完茶后, 及时续杯。 说到这里, 我们顺便讲一讲茶桌上的一些基本礼仪。 首先, 如果你请朋友喝茶, 倒茶时, 不要倒得太满。 古人讲, 茶满七克, 因为茶水是热的, 如果倒得太满, 客人会烫到手。 倒得太满, 表示对客人不尊重。 通常倒七分满就可以了。 第二, 如果请很多人一起喝茶, 要先给年龄大的客人倒茶, 给客人倒完茶之后, 最后给自己倒茶。 第三, 如果喝茶途中新来了一位客人, 加入进来, 要换茶叶, 重新气泡一壶, 以表示对新来客人的尊重。 漆好茶后, 先给新来的客人倒茶, 然后再按照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点, 给其他客人倒茶。 第四, 在主人家做客饮茶, 注意茶杯底触碰茶盘的时候, 不要发出太大的响声, 那样对主人很不尊重。 第五, 泡茶时, 第一泡是用来洗茶的, 要弃用, 不可以用来喝, 要从第二泡开始饮用。 第六, 一壶茶泡两泡后, 如果茶水变淡了, 要重新换茶叶。 如果主人不换茶叶, 表示自己不方便再继续下去, 想结束饮茶。 这是下逐客令的一种茶桌暗语, 客人要自己察觉, 主动告辞。 讲到暗语, 还有一种茶桌上的首饰语, 叫扣手礼。 扣手礼也可以用于喝酒的场合, 我们下次再讲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长城与秦始皇的故事 既然我们最近两期的视频都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今天我们就再来讲一讲和春秋时期有关的故事, 这样也方便大家学习。 请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长城, 有很多人也已经去过长城了。 长城旅游人数最多的恐怕当属北京的巴达岭长城。 巴达岭长城建于明代, 站在巴达岭长城最高的城楼, 你可能惊叹于长城的雄伟, 一眼望去绵延数十公里。 但是巴达岭长城也只不过是长城的一小段。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 东起山海关, 西道嘉狱关, 途经东北三省, 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河南、 山西、陕西、甘肃、宁夏、 青海、内蒙古、新疆15个省市。 绵延长度大约6700公里, 又被称作万里长城。 其实说长城是万里长城, 并不是夸张的说法, 因为长城的修建持续了2000多年。 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 总长度超过5万公里。 即便是以现存的长城遗址, 墙体遗留下来的长度计算也有2万多千米。 绵延长度指的是墙体持续连接的长度。 那么, 长城和春秋时期有什么联系呢? 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是由我们最近两期视频都提到过的《楚国》开始兴建的。 汉书《地理志》及《左传》都曾记载, 《楚国》最早修建的长城被称为方城。 当时, 《楚国》修建方城的原因也很简单, 是为了防范北方匈奴和日益强大的秦国的入侵。 因此, 《楚国》在边境的地方修建了方城。 后来, 其他国家看到楚国将方城作为防御, 也就纷纷效仿, 都在自己国家的境内修建这种防御工事。 不过, 当时修建方城还不像现在的长城这样长。 将方城变为长城的, 是后来华夏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秦国在春秋末期, 以其强大的国力迅速战胜了其他国家, 将所有领土囊括在自己的手中。 秦国统一六国后, 秦始皇下令继续修建长城, 以使这些城墙能够连接起来, 便于防御和抵挡北方的匈奴。 诶, 你可能会好奇, 这长城的防御工事看来也不怎么样呀, 要不然, 楚国怎么会被秦国攻破了呢? 明明不成功, 为啥秦始皇还要继续修建呢? 这就首先要说说春秋七国以外的匈奴。 对匈奴的定义在学界是有些争议的。 大体来说, 匈奴不是某一个单独的种族或部落, 而是很多个游牧民族的合称。 由于游牧民族的特点, 是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 因为他们要让牲畜有草吃, 猎人们能猎到动物, 所以需要寻找草木繁茂, 有水源的地方。 随着部落的迁徙, 游牧民族的数量也得以扩充。 所以这些游牧民族被统称为匈奴。 那我们比较熟知的蒙古族, 突厥族都属于匈奴。 但是这些匈奴部落 是由各个部落的首领各自管理,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匈奴政权。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百多年里, 匈奴部落和中原地区的纷争一直不断。 后来秦始皇平定中原, 匈奴的部落也在战争中, 由于人员的损耗 以及部落间的侵吞及合并, 由最初的一百多个 变成了几个强大的部落。 不过,中原与匈奴之间的战争 并没有停止。 秦国虽然统一了六国, 但天下并没有因此而太平。 这里的天下指的就是国家的意思。 大秦帝国不止内部不安定, 外部和匈奴之间也摩擦不断, 而且匈奴人擅长骑马和射箭, 全民皆兵,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很难被歼灭。 当时北部边境除了匈奴之外, 又兴起了一支强大的部落, 东湖。 东湖人也善于骑马和射箭, 而秦国的部队大多是步兵。 因此, 秦国在与匈奴和东湖的对峙中, 总是损失巨大。 东湖这一名称的由来, 是由于这一部落在匈奴以东, 而匈奴在古代史籍中被称为湖, 因此这一部落被称为东湖。 秦国为了抵御匈奴和东湖, 就将中原北部的方程用城墙连接起来, 形成了后来的长城。 长城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拦截湖人的骑兵。 这里的湖人指的就是湖和东湖人的总称。 刚刚我们说了, 湖指的是匈奴。 东湖和匈奴之间也有战争, 后来东湖被匈奴所灭。 那么这种拦截效果怎么样呢? 其实长城是无法杜绝湖人的侵袭的, 但却能减弱骑兵的进攻效率, 尤其是大量骑兵的进攻。 长城的防御系统是比较复杂的, 不只有边墙, 还有蹲台, 烽火台, 以及每隔一段长度就会看到的堡垒。 只要敌人一开始活动, 长城上的蹲台, 也就是瞭望锁, 就会发现, 然后就会向天鸣炮。 开这种炮并不是为了攻击敌人或吓退敌人, 而是通知长城上的烽火台。 烽火台听到炮声后, 就会点燃柴草, 制造狼烟, 或者在夜间用火光示警, 将信息传达给城堡。 城堡会首先对敌情做出反应, 并将情报上报。 所以, 长城除了具备简单的防御功能外, 还有一个情报传递功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长城也确实减弱了骑兵的攻势。 而且, 在明朝时期, 匈奴的蒙古部落 以挖墙的方式穿过长城, 以攻击中原。 长城的城墙 也起到了一定的延迟作用。 蒙古人挖墙的时候, 由于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 守卫的士兵可以及时发现敌情, 以做好驱离 或是包抄的应对方案。 由此看来, 长城虽然不能完全将敌人阻隔在墙外, 但确实是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 说到长城,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传说。 相传, 很久以前, 在江苏有个村庄, 村庄里住着一位姓孟的老汉。 老汉是大户人家, 家里种了一个葫芦, 这颗葫芦长得很茂盛, 竟然伸到了邻居家里。 邻居姓江, 两家商量截的葫芦有两家分享。 这颗葫芦羊虽然长得很好, 但却只截了一个葫芦。 正好长在两家交界的篱笆上。 葫芦成熟后, 被两家人摘了下来。 打开后, 发现里面居然有个婴儿, 是个女孩。 两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决定共同抚养, 给她取名叫孟姜女。 孟姜女长大后出嫁了, 结婚后, 她和丈夫的感情很好。 可是有一天, 秦始皇下令修建长城, 各地扩充姚毅。 姚毅就类似于 我们在活着里面讲到的壮丁。 壮丁是用来冲军打仗, 而姚毅是用来做苦力。 两者的相同点是, 都是由官方来向民间强制征绩人力。 秦始皇到处抓人去修长城, 孟姜女的丈夫也被抓去了。 很快, 冬天就要来了, 孟姜女担心自己的丈夫没有厚衣服穿, 于是就做好了棉衣, 去长城那里送给丈夫。 到了长城四处寻找和打听, 都没有找到丈夫。 后来, 问了熟人才得知, 自己的丈夫已经由于修长城而累死, 被埋在了长城底下。 孟姜女伤心欲绝, 抱着棉衣坐在长城边痛哭起来。 她一直哭, 一直哭, 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一直哭了十天十夜。 最后修建起来的坚固的万里长城, 随着一声巨响, 轰然倒塌, 露出埋在长城下方的累累尸骨。 孟姜女边查找边哭泣, 直到找到自己丈夫的尸体。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关于长城的传说, 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哭长城在民间非常有名, 尤其在老一辈人中, 一说到长城就会聊起孟姜女哭长城。 我记得我也听过一个原来住在离长城较近的地方的老人说过, 长城是个阴森恐怖的地方, 因为下面埋着无数冤魂, 一到晚上总能听到鬼哭狼嚎的奇怪叫声。 即便现在可以去长城旅游, 但到下午也会关闭景点, 不许人再进去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传说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民间对于秦始皇不那么喜欢, 甚至非常厌恶。 作为一统中原, 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为什么那么被人憎恶呢? 首先,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 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六国, 但是在建立大秦帝国的时候, 采取了一些之前没有的制度, 专制集权。 在春秋时期, 贵族都有官爵和封地, 但到了秦始皇时期, 只许给这些贵族官爵, 却废除了封地制度。 原因是, 他认为贵族有自己的领地, 就可以培育自己的军队。 这对大秦帝国是一个威胁, 因此秦始皇将领地和军队全部收回来, 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里。 也正因为这样, 虽然他平定了中原, 但却没有收服这些六国贵族的心。 第二, 我们之前也说过, 春秋时期的人才是流动的, 虽然需要依仗权势, 但在施展理想抱负方面, 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你可以自由选择想去的国家。 所以, 在春秋时期, 产生了很多思想家。 儒家思想的代表, 孔子就是其中之一。 秦始皇称帝后, 认为自己可以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相比较, 不需要他们的治国策略辅助, 所以下令焚烧了记载上古时期首领治国理念的书籍, 并下令谈论这些古书籍和之前六国的书籍的人, 都将被处以死刑。 同时, 大秦帝国采取的专制极权制度, 引来了儒家学生的批评, 导致有大量的儒家学生被坑杀。 坑杀就是将人活埋的意思。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就是焚烧古书, 坑杀儒家学生的意思。 由于这些原因, 秦始皇也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第三, 秦始皇灭六国后, 推行的制度都非常严苛, 不服兵役、姚役都是不行的。 因此, 有大量的百姓被强迫冲军或做苦力。 而且, 当时的法律对军队和做苦力的百姓也极为严苛, 所以, 大秦帝国也失去了军队和民间基础。 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 秦始皇虽然平定中原, 但也凭借一己之力得罪了所有阶层。 所以, 古人非常憎恨他, 也就不那么意外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打开小银铛。 谢谢观看